自社然后写第一张跟第四张的儿童节 我记得不是还在你那吗 对都在我这没错 这是儿童节那个吗 好 我们还有三分钟要上课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有 国语评量 数学评量 社会评量 国术社 所以等一下请你把国语数学 社会评量 就是要准备好 还有纸跟笔 那个纸大概最好是A4大小 A4大小的纸 笔的话可以就是粗一点点的 比如说彩色笔牙之类的 粗一点深一点的 或者是像奇异笔牙也可以这样 就因为我后面 今天我们也是四点半 有没有看到四点半到六点半上课 今天四点半到六点半上课 那后面六点到六点半的半个小时 我会做一个测验 会做一个测验 然后如果你把答案写完 我会请你给我看 所以等一下要记得准备纸跟笔 还有明天开始 好你说什么事 叶婷瑜 林心玄他现在跟我用一台 因为他没带 没带他的平板过来 心玄现在有过过去 好OK好 那我知道那我这边就点名 我就先把心玄打狗狗 心玄 好那我跟你们讲一下 从明天开始 因为今天星期一嘛 明天是星期二 明天开始的话 你们可以 可以把那个国语数学评量 就搅回柜台 搅回柜台 因为你如果 你礼拜二礼拜三陆续把你的国术平良 搅回柜台的话 有时间老师就可以先帮你看一下 你们有什么 这段时间写的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就是你把平良搅回来之后 我们会领回复习券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复习券 少奇你再找找看 我这边也在帮你找找看 因为我想之前其实照理讲 你们应该都有陆续交回来才对 如果我明天再帮你看一下 如果有我就会帮你发 所以再讲一次 明天星期二 明天开始 你就可以把你的国语数学评量 搅回柜台 然后顺便领回我们的复习考卷 为什么呢 因为剩下两个礼拜 我们就要期末考了 剩下两个礼拜就要期末考了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上课的时间都会再多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会上两个小时 帮你们做考前的加强跟复习 那下个礼拜一 回去学校上课的机会非常的大 所以呢 我提醒你们 如果你的评量进度还有落后的人 一定要趁这个礼拜赶快把它写完 因为呢 今天我发现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是什么秘密 都可以写去下 忘记写评量 那比瑞你有没有按时写啊 老师我是有啦 每次你就说了 说我基本都在英文课补的 你知道吗 基本每次都是在英文课补 都来不及 你就只能让你 英文课还是要认真上好不好 可是我的评量已经不完了 欣宇你说什么 我的评量已经不完了 已经不完有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 哪几个小朋友会很认真的写评量 我大概都有点 那 记得你们的评量一定要认真写 我甚至相信有的小朋友 应该评量有写完 甚至爸爸妈妈都有帮他看过 稍微改一下 我相信我们班一定有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你连写都还没写完的呢 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因为考前只剩下两个礼拜了 那你想想看你其中考上次 如果考不好的人 这一次是你一次能够加油的机会 赶快把它考得好一点 或许可以前三名前五名 或者是拿到进步奖 所以好好的利用这两个礼拜加油 不可以偷懒 因为线上课程 其实就是考验你们自己的自治力的时候 因为有的小朋友 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没有露脸 那他在后面 在那个镜头的后面 到底有没有认真上课呢 有没有认真的吸收呢 这一次的期末考 其实就是考验你们这一段期间的努力 如果你这一段期间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的话 那这样子很恭喜你 你就可以两个礼拜之后 迎接你这一段期间 丰收的成果这样子 好 那请你把这几个评量准备好 博素社评 先准备一下 然后我稍微看一下 看有没有小朋友还没有进来 哦 贿请到了 上演进来了 竹竞呢 竹竞有没有 有 竹竞像有没有写一些评量 有吗 有 有 入学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 好很棒 其实普进你头脑很好 你要好好的认真 你认也有 好那我们准备来上课 好 今天功课有问题吗 有没有 今天没有功课 今天没有功课 好 对 然后有一件事情 老师想先跟你们确认一下 好的来 刚才有几个小片 比较晚上线 我再提醒一次 今天我们要上到 上到六点半 那六点到六点半的半个小时 我会考试哦 所以等一下请你 利用下课的时候 去准备纸跟笔 那纸大概A4大小的 你不要给我拿一个 很小的像memo纸一样 那这样我一定看不到 然后笔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就像那个奇异笔或者是彩色笔 比较深的颜色的 因为我会请你写完之后 给我看答案 比瑞您说什么 0.7的可以呢 0.7 越初越好 好不好 越初越好 那个字要大一点 顺程不可以写的像小小的 我都看不到 实体课程的时候 你那个字 有时候真的太小的 我都几乎看不清楚了 只是我坚持到我的A4 所以我只能够认算 顺前都有认真在听 然后明天开始 明后天就是礼拜二礼拜三 你可以把你的国语数学评量写完的 就把它交回去柜台 顺便领回复习卷 明后天 然后这两天 好 那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们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间 我找一下 我们上课的时间 基本上这个礼拜都是 基本上这个礼拜上课的时间 都是两个小时 好 今天是4点半 明天也是4点半 4点半到6点半 我要问你们说 如果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我提前到4点 你们可以吗 有没有人 老师会上到超过4点以后的 有吗 这边如果你345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4点上课 没有问题的 请你举手 现在心说可以 我看一下 再讲一次 如果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我们4点就开始 上课的请举手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 请举手 诶 陈朴静 叶庭瑜有问题 陈朴静 可以 叶庭瑜有没有问题 叶庭瑜 叶庭瑜 她说我在 你在 好 有没有问题 阿玄你帮我问她 阿玄可以 她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们两个一起上 但是要专心 好不好 你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举手 你在吗 所以礼拜三 我要上课 那就到时候再回来看影片就好了 可以 可以 你最棒了 OK 我知道你真的很自动直发 很好 好 叶庭瑜我刚才问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叶庭瑜 蔡善媛请回答 蔡善媛 善媛好像都不知道老师在问什么 叶庭瑜请你开镜头跟麦克风回答老师的问题 哦 那善媛等一下我们六点半之后她要继续留下来 好 温亦萱呢 温亦萱 我没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 好 OK可以 阿善媛呢 阿善媛真的没有回应 好 那你等一下六点半结束之后 就属于Ruby老师跟蔡善媛的时间了 对一吧 他什么意思 你说怎样 一对一 对一 对一教学 因为他完全没有问题 蔡善媛开心到飞机 好 来先讲一下 可以开镜头的就开镜头 那个 张胜辰 桑林跟会议 小燕子旁边有新鱼 那个有新玄 有新玄 可以开的就开 我们最后等一下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半个小时会考试哦 会考数学 好 那我们先检讨上次的功课 好不好 我们先检讨上次的功课 记得评论要写哦 那个文 新浦如果有上周的评论还没写的 赶快认真写一下 好 我现在先讲这边 这个是107页 对不对 107 好 我先说一下 先讲一下你们上次的回家功课的部分 我为什么要请你们国语跟那个数学先交回来 因为 数学我们 端午联假已经写完了 对不对 那国语只剩下大概一回 但是因为国语里面有一些国字啊 注音改错 或者是句型 我很怕你们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对不对 所以尽可能就是交回来老师帮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那数学的话呢 数学也已经写完 所以可以交回来 那社会自然可以先放你那边 等 等那个下个礼拜我们回来上课的时候再一起 一起看 没关系 好 我们现在先看到这边 我先提醒哦 我现在在上文德 对不对 如果新浦你有评量落后的 你赶快趁这几十分钟 赶快先写一下下 好不好 尽可能评量一定要达到进度 好 文德请你看一下那个107页上次的回家功课 上次是107到109 对不对 107到109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奖是奖学金的奖 有没有 奖学金的奖 这个 那这个是明智之举 举在这边 明智之举 第三个明什么 明运 明运 好 第四个 第四个是 慧暗 慧暗 这个字念慧 慧暗 第五个 豆浆 豆浆的浆 第六个 悔不当初 悔不当初 悔不当初就是很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这样 就代表很后悔很遗憾的意思 好 所以温德你稍微看一下你的注音有没有写对 连的地方是不是都写正确 好 怎么了呢 没事 没事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小叶子我们今天见面两次对不对 小叶子 好叶子没有在听我讲话 有 叶子我们今天见面两次对不对 对 对 要专心哦 要专心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开着 然后在那边不晓得在看哪里 我刚刚在压 他的角度因为他这边很窄 我再帮他调 好 那你们两个赶快先调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 好 叶子你那边麦克风可以关掉 谢谢 好 好 哪一个字的注音正确 那我们把错的都改一改好了 其实你们在写评量的时候 我都会请你们把错误的一定要定证过来 好 好 第一个是对的跨过 好 接下来这一个是签令 这个是错的 签在这里 签令 签令 好 然后这一个字念憨 憨厚的憨 憨厚的憨 好 请你把它写上去哦 把错的划掉之后正确的一定要写上去 好 这个诸多 诸多 把注音错的部分改起来 好 接下来下面来一个有错字 好 第二个灰 这个灰是错的 恢复原状的灰应该是这个灰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好 第三个 下面来一个可的意思跟其他不同 好 我们要选不同的 好 不同的是第二个口可 这个口可的可是指说 他真的嘴巴很干 很想喝水 但是你看一下 一 三 四 渴望 渴念 渴求 这三个都是指说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急切 比如说你非常急切的 那个想要做什么事 对不对 渴望 所以 这个第二个是真正是感觉到口可 那一三四是不一样的 好 第四个下列哪一组中的 四的部首不同 我们要选的是不同 好 所以第一个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一个是呼部 对不对 第一个是呼部 好 所以请你把它画一下 这个是呼部 这个呢 也是呼部 所以它是相同的 好 第二个 第二个令色的令是口部 是口部 哭泣的哭 哭泣的哭也是口部 好第三个 得罪的罪 得罪的罪是网部 这个字念网 污昂网 网部 好 记得要把错误的改过来 网部 它的网是指这个地方 这里 网部 备份的备是车部 车部 把它写一下 或者是把它圈起来 你就知道部首在哪 好 第四个 平人跟亿万 都是人是人部 亿是人部 都是人部 好 所以不一样的就是 第三个 第三个 好 第五题 下列哪一组中的字 是相同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圣诞 圣诞的蛋是这个 蛋 然后呢 但是的蛋是这个蛋 这不一样 法夹 方法 法夹的法是头发的法 方法的法 是三点水的这一个 法 类线跟线索 类线的线是肉质旁的线 然后呢 线索的线是密字旁的线 长辈晚辈都是同一个字 长辈晚辈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答案是第四个 答案是第四个 好 接下来请你看一下下面的地方 下面中的字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要选的是第三个 馈赠 馈赠的话 这个馈是指赠送的意思 事事这个事是指谁样 已经离开的意思 已经过世的意思 这个艰辛的艰是指非常困难 这个患病的患是指得病的意思 得的意思 好 然后接下来请你看下面的地方 好 我请柳少奇念第一个来 柳少奇 他办事 他办事 他办事和我所付出的心理 水或水的成功的成果的比例 好 蓝色的地方 有没有他说蓝色里面的解释填入正确的 与词代号 好 所以呢 代表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蓝色好像没有很清楚 蓝色的是这边 所付出的心理跟所获得的成果的比率 我们叫做效率 我们叫做效率 老师总是鼓舞激励着我们 鼓舞跟激励 鼓舞跟激励就是什么 鼓励的意思 第三个 他正在设法使天平保持对立的双方面 在数量质量或者是力道上相等或者是相互抵消 这个叫做平衡 这个叫平衡 这是拨 第四个 他紧握着手指曲握 合拢成团忍住怒气 这个是拳头的意思 手指这样子曲握住 合拢成团 这个叫做拳头 第五个 就算天色已经暗了 他和往常一样未曾改变的 未曾改变的是什么意思 未曾改变就是仍然的意思 仍然坚持的意思 不管前途多么困难辛苦 困难辛苦的话就是艰辛 困难辛苦就艰辛 好 再来 这里面他可以互换的打圈 不能的打差 我们来看一下不能互换的 感到荣誉跟羞耻 这两个是相反词 对不对 他其实可以互换的话代表是 可以互换代表的是相似词 我们这边要选的是可以互换的 奢侈跟简朴 意思也是相反 所以不可以互换 陌生跟熟悉也是相反 所以不可以互换 其他都是相似 可以互相去通用 可以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地方 好 这里 选出适当的语词 他一坐下来变口若悬河 谁记得口若悬河的意思是什么 谁记得 什么叫做口若悬河 哪一个人记得呢 口若悬河的意思是什么 口才很好 口才很好 讲话滔滔不绝 对不对 好 所以他一坐下来变口才很好 滔滔不绝 一直讲说他机车环岛的去闻 他是骑着机车环岛的 所以答案三 目瞪口呆你们知道意思吗 对不对 目瞪口呆的意思代表他是怎样 他觉得很 亚裔的意思 你看一下这边 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他可能是受到惊吓 然后变得神情很呆滞 那他的相似词 他的相似词的话 就叫做 他的相似词就叫做那个 呆若目击 有看到吗这里 呆若目击 呆若目击跟目瞪口呆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可以是相似 如果我们造句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 大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下的目瞪口呆 好 由于长下大祸 他们都下的目瞪口呆 所以呢 这边如果讲说他受到惊吓 好所以神情这样呆滞就可以讲 他是目瞪口呆的意思 好 然后再来 我们看下一个 好 看下一个 这里 学测前这一题我请周星渝念 凯星渝 学测前哥哥先拟订读书计划在 上班的完成各科准备 好 谢谢 好 在按部就班的完成各科的作业 那我上次有提醒你们 就是按部就班的步是步手的步 不要写错哦 步手的步 好 那这里有几个 得寸进尺跟不求圣洁 无能为力就是指没有办法的意思 好 得寸进尺跟不求圣洁 我稍微跟你们说一下 好 好 好 没关系 这也有跳过 好 得寸进尺呢 就代表说 有一些人呢 他想要更 比如说他得到了一些利益 然后接下来他就很贪心 他想要更进一步的获得更多更多的利益 他的那个 他的同意词就叫做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 好 这里 有没有 贪得无厌 那就是跟得寸进尺 他们两个是相似的意思 这里有讲到说这种得寸进尺的人就不用对他客气 有的人呢 你对他太好呢 他就他就更过分 所以呢这个叫得寸进尺 那这里第二个他说你得了好处就要知足哦 别再得寸进尺 别再得寸进尺 好 接下来 有一个叫我顺便帮您提一下 口是心非 这里有一个叫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就是你嘴巴讲的跟心理想的都不一样 你可能今天老师跟你讲什么 你说好好好 可是你心里不这么想 代表你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致 那他有可能是相同的叫做言不由衷 阳奉阴违 言不由衷阳奉阴违 好我请优子帮我念例句 优子 等一下 上一页你稍等一下 上一页好 口是心非好 这种口是心非的人很虚伪 全部把它念完 我无法和他交朋友 第二个 这种没有评论 口是心非的道歉 我无法和他交朋友 好谢谢 他这里也讲说 这种口是心非的人很虚伪 我没有办法跟他交朋友 嘴巴讲的是一回事 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者是有的人跟人家道歉的时候 他怎样 他明明嘴巴说对不起 可是他心里怎样 他心里一点都没有改过的想法 那这就叫做口是心非 这就叫口是心非 好 接下来 下一个 我顺便都先把那个成语讲一讲 因为那个 德寸进尺讲过了 不求圣解 好我都把它讲完 我们再回来评量的地方 不求圣解的话呢 他最早先的意思是说 读书他比较着重在那个理解 理解他的上面的意义 但是他不会去过度的去钻研上面一些字句啊 解释啊 但是后来啊 后来的人他就会把不求圣解形容说 形容说他工作态度不认真 他大概只懂得一些皮毛的意思 好 例句的地方我请 我请 林心玄 例句的地方林心玄来念 读书要先分裂 有些书需经读 有些应许参考性质 不求圣解 欲妨 好谢谢 好所以这边讲的不求圣解 后来的人就会把它解释说 他的工作或学习的态度不够认真 他只懂一些皮毛 他没有真正的去求理解 好这是后来后来的人 这么这么那个解释 但是他其实最早先的意思不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看回来评量的地方 第三个 第三个地方 一个个音符像是像是什么 五线谱 五线谱上跳舞的豆芽菜 这地方是五线谱 好第四题下课时间 我喜欢看同学在教室里面怎样 谈天说地 好谈天说地 这边谈天说地 跟同学在教室里面谈天说地 好第五个 第五个我请温云轩念 温云轩念第五题 好 像赌博 吸毒等都是让你让人坠入 的深渊 千万不要接触 好谢谢 像赌博啊 跟吸毒都是让 容易让人家坠入 罪恶的深渊 这边罪恶的深渊 不要接触 好第六题我请 我请壮顺臣念 第六题 看见有人受伤 他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的加入救援行列 好 义无反顾其实他的意思就有一点 类似像不顾一切的意思 好看见有人受伤 他就义无反顾的加入救援的行列 好第七题 陈浦静 妈妈将我从睡梦中 欢呼 好应该是哪一个 一 一唤醒 唤醒就是叫醒的意思 妈妈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好 再来请你们看一下下面的地方这里 土降甘陵 降龙 土虎 本末倒置 好 这个地方请你 请你把它打 那个行星记号 这个地方你们比较容易念错 本末倒置 不是念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请你打行星记号 好 再来颠倒是非 颠倒是非 好 第九个地方 他说想要精简文章的叙述 那你请你把那个划线的部分 找出比较相近的语词 像这个地方来 我请杨岳好了 杨岳念一次题目 杨岳有听到吗 好 你说假日 假日我就没办法去听文章 先讲者 月历 开 月历丰富 让我的视野也变得更宽广平坦而无障碍 好 先停 谢谢哦 宽广平坦而无障碍的意思就是这里面的开阔 好 所以这里填 因为他画线这一段 宽广平坦而无障碍 现在就是开阔 好 接下来下一句我请谢爱心念 每当 每当演讲的内容引起大家的共同感受情绪反应 共鸣 好 到这边就可以 谢谢爱心 好 每当演讲的时候内容引起大家的共同的感受或情绪反应 这个叫做共鸣 很好 这个叫共鸣 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跟情绪这叫共鸣 好 好 最后一个演讲 这很开心 我真感到欣喜安慰 欣喜安慰的话就是庆幸 庆幸 庆幸的意思就是自己心里感到很安慰 很欣喜的意思 好 所以这里面要填的是这三个答案 空档没有 空档不用选 好 好 那后面的这个地方端语练习你就一样练习一下 我们到时候再看 好 所以文德上次是到110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页哦 还有一页 好 这一页呢 来我问一下答案 来我问周星瑜 周星瑜你这一页的答案是多少 周星瑜 周星瑜怎么不在线上了 我说我在 我在好 来 你答案多少 110页 答案多少 星瑜你有写吗 我说我有3 324 324好 谢谢 刘绍琦你答案写多少 刘绍琦 324 你的答案写多少 324 你多少 324 你演324 那那个 优质呢 然后看错页了 然后对我写13 幽子你写多少 131 老师我看错页了 好我等下帮你改 幽子你说你写13几 1 131 好 131 好那个 星星 本来星星你多少 老师我也写131 131 那那个 柳尚琦呢 我看这个 文德这样不行啊 我才刚才从那一页翻到这一页而已 你们每个都给我看错页 哦 这样不行 我明后天我要看你们平良教我回来 我看到底有没有给我认真写 哦 啊不是就从这一页 前面啊跳到后面一页 我在讲那一页的时候 你就平良要翻到那一页 有没有听到 那我就全部都给我看错页 只有幽子 没有看错页 啊所以你写多少 也是131吗 好那我们来对一下 要认真 我跟你讲真的哦 这一次考试就是完全看得出你们 你们到底这段线上课程的时间 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那个 在我们上课服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131 他说关于樱花钩文归的叙述 哪一个是对的 已经从 已经变成生活在河流的淡水鱼 对这个是对的 那你看一下第二个都属于回 回游行的鱼类吗 不是啊对不对 这里面不是 只有雄鱼的体测有椭圆形的鹰 椭圆形的鹰红色鱼斑 这个的话应该是 这边有讲到 成鱼 我画一下来 成鱼 也就是说 已经成那个长大 长大之后的鱼就叫成鱼 成熟的成 他的体 身体的两 身体的旁边会出现这样子的 红色的云斑 并不是只有雄鱼 这里请你把它改成成鱼 好然后接下来请你看一下这边 他说櫻花钩稳归 他是在哪一个季节繁殖的 是在秋季 秋季为什么你看一下题目 他一开始就有讲 当秋天风红的时候 有没有 他这里就有讲 所以是秋季 所以是秋季 好 最后一个 下列哪一个不是 哪一个不是雪霸国家公园 他们的那个 他们原有保有 保有那个樱花钩稳归的原因 第一个 他这边问的是不是 有很多树林很高的树木 这边有讲到 你看 水量十分充沛 丰富而且多变的栖息环境 这也都是 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地方 没有讲到第一个的 所以答案是一三一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 等一下休息五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国语的地方 好 可以先上厕所喝水 起来走一走动一动 所以现在5点03分 我们5点08分回来 5点08分回来 2016分钟 快点 请 我 我们 又 来 我们 再来 你 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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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完全能 有空间 没有空间 我们来看 不可以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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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我们来看 就像 这样子 它是根据 如果我们 我们来看 2022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820 人数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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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先 確定 我们来看 我要看 对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2 然后 好 他说 我 所以说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是好 好 好 今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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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圈插插 圈圈圈插插 好 所以你后面两题是插 好 我来抽问其他的人 好 林哲宇呢 哲宇答案多少 呃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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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按一下 好 我已经讲说 评量要打开来了哦 评量打开来 老师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就要赶快把答案讲出来 你答案多少 90 93 93页 林心玄你写多少 林心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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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多少 你写多少 我一直看到你在我知道 你的那个社评 93页你写多少 93页 对 林哲宇你有没有写功课 哲宇有 有 那你写多少 一样是 好 那等一下插的地方 那两题我要问你哲宇 赶快看一下他错在哪边 林心玄你写多少 我写一样 你写一样 你今天评量带几本 四本 那你评量就一样 就是明天一样 就是带四本 我明天会帮你看一下 好不好 明天帮你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答 解答就是像他们讲的 全全全XX 上演员讲的 没错 那我现在我要来问林哲宇 你告诉我第四第五题 你告诉我第四第五题坐在哪边 第四题 第四题 第四题只有台北 可以参加 好 叶婷宇 那个叶婷宇 麦克风要翻掉 叶婷宇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页的答案是圈圈圈叉叉叉叉 第四个错的是他说台北市是一个国际型的城市这是对的他常会举办一些国际活动但是并不是说只有限制台北市民啊不是台北市民也是可以参加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你把那个布画掉啊好第五个这个地方他有跟你讲到� 闽南古厕阳楼请你把关键字画起来哦有几个关键字要画起来你只要看到闽南古厕阳楼然后还有炮弹钢刀好有没有哦供堂高粱酒好这个应该就是金门对不对这是金门这不是马祖哦这是金门哦这是金门哦这是金门所以请你把马祖画掉请你写金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选 选择题的地方我们来看选择题好选择题我们直接来看好好南部区域大部分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全年的气候比较高好那他问你说哪一个是南部的呢这里面哪一个是南部哪一个我现在要选南部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我上次有讲澎湖算是南部好 好花莲是哪里东部东部呢东部东部南部是中部宜兰呢宜兰呢宜兰北部好第二题下列哪一个不是好不是中部区域的特色呢我们要选不是的这里面说三好因为高雄是什么南部 高雄它是南部画掉然后帮你你就自己写个南第三题屏东依山傍海又有广大的平原物产丰富请问屏东著名的特产除了水果之外还有什么 我上次是不是有讲我说什么你记不记得那个屏东有那个黑鱼鱼啊有没有每次都说黑鱼鱼的那个季节嘛好所以呢这个屏东 屏东跟台东不一样哦台东是在台湾的东部哦在台湾的东部屏东的话是在南部哦是在南部啊屏东的水果通常是什么 课本里面有什么联屋联屋对屏东的联屋好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个下列右表是针对台湾的哪一个区域所做的整理呃你看他台湾的政治商业的中心还有茶叶哈茶叶北部那时候有嘛啊这边有跟你讲到基隆海运跟桃园的空运哈所以这个讲的是北部的地方答案是北部 好 第四题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哈 第四题南部区域呢哪一个地方的农作哦那个农作物它的产量很丰富 加上土地肥沃平坦那个宽阔成为台湾最大的股仓好所以你看到台湾最大的股仓你就可以知道是嘉南平原 嘉南平原哦这个要背起来哦台湾最大的股仓在嘉南平原 那彰化平原请你写个中哦中部的中彰化平原在中部 宜兰平原在北部请你写个北哦这边写个北 屏东平原在南哦请你把它写个南哦那虽然你说那这里面他问的南部的啊那屏东的不是也是在南部呢 但是如果这两个面积来比的话嘉南平原的面积要产量是比他还大的这样哦 所以答案要选台湾最大的股仓是嘉南平原哦台湾最大股仓 嘉南平原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来请翻页翻到94页 94页好把错误的地方圈起来好我现在来问错误的了 来优子你告诉我第一题错在哪里第一题 不是嘉义你说是台南好来啊第二题我们等下来看答案哦第二题林新宇 不是台湾海峡是巴士海峡好他说那个最南端那个的话他是巴士海峡好第三题柳少奇 柳少奇 诶我问一下那个有一个什么台湾海峡是谁 哦哦是你啊是我 哦是你好OK好台东好三仙台好台三仙台是台东好OK 好第四题第四题我想请问张云池 错在哪里 利物锡 好利物锡 画掉应该是什么 效果 很棒很棒哦好再来第五题 第五题请问温云轩 不是蓝鱼是绿岛 绿岛很好哦绿岛的海底温泉很好 好第六题 第六题我给林哲宇第六题 第六题 哲宇第六题 第六题是台东到花莲 好所以哪一个错 这一句话里面哪一个地方要改掉 呃那个 呃那个台东副里又十 六十十三 好你们老师是念六十淡三还是六十十三 社会老师念什么 呃我们社会老师都是给我们看影片 哦看影片 啊影片说什么 啊 欣云你说什么 社会课老师都只会给我们看影片而已 就是我们那个老师 对 好 其实看影片有时候也是从影片里面学习一些东西哦 哦好 现在心里刚才有要讲话吗 没有 好我们来看正确的解答哦 看一下刚才小朋友做的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著名的文化古都 好来 请你把它 几个东西画起来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 来 请你把 文化古都画起来 对不起 我找个另外一个颜色 这颜色太不清楚了 用红色的好了 好你们把文化古都画起来 文化古都 文化古都 而且他有提到正成功文化节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是台南不是嘉义 所以嘉义画调写台南 好再来 这边他讲的是墾丁嘛 然后南端是最南的地方是那个 俄乱逼的灯塔 那他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巴士海峡 是巴士海峡 不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在哪里 台湾海峡 是台湾跟大陆的 台湾跟中国那个那一条 台湾跟大陆 比如说这里 我这是直线 我插掉一下 假如说这里是台湾 假如这里是台湾 台湾 那这里是中国大陆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台湾海峡就是在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我们俗称的黑水沟 有没有 所以之前大陆的那个 有一些移民不是渡海来台这边嘛 好 所以呢 巴士海峡是在下面这里 巴士海峡是在台湾的下面 这里 这个是巴士海峡 好 然后第三个他讲的三仙台 好 所以请你把三仙台画起来 三仙台的话是台东 三仙台是台东 你看到三仙台你就要知道 是台东 好 好 再来 这边讲到泛舟 有没有 泛舟的话就是秀姑卵溪 所以你利物溪是错的 好 再来第五题 海底温泉画起来 海底温泉 然后人泉文化园区画起来 这个是绿岛 绿岛 好 第六题 第六题台东圈起来 应该是花莲 应该是花莲 把它改成花莲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的地方我请小朋友怎么念 仔细听哦 我示范一次 我示范第一题 好 第一题 东部区域 包含哪些县市 包括 台东 然后还有 花莲 我要你把这些代号 换成文字 这样懂吗 好 第二题 第二题我请周星宇念 第二题 找其重要的军事据点 开挖不少坑道 马祖 好 有不少的坑道的那个是马祖 因为它是军事的一些地点 它是军事的一些地点 好第三题我请 庄顺承 赞 第三题 来 你题目念一次 台湾海运主要的国际货运港口 好 是哪两个港口 基隆港 跟 高雄港 很好 好 记得要把这个代号换成文字 念给老师听 所以 台湾海运主要的国际货运港口 是基隆港 跟高雄港 这是国际的货运港口 好 第四题 第四题我请谢爱心 谢爱心念一次 联系台湾本岛与离岛的交通运输方 好 本岛跟离岛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哪两种 那个谢爱心 你把它换成文字 本岛跟离岛的 是什么跟什么 空 空运跟什么 水 跟水运 好 很好 来再讲一次哦 本岛指的就是台湾本岛 离岛就是像金门啊 马祖啊 还有像 那个什么 绿岛 蓝宇有没有 那些都是 好 离岛就不是在台湾本岛 那我今天要去那边我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坐飞机 空运 一个就是搭船 水运 所以这里面你要写的就是H跟J 好 再来第五题 第五题我请 蔡善元 第五题 善元帮我念第五题 拥有完善的大众捷运系统的租会区 好 你把它变成国字 把那个东西变国字 大众捷运系统的 是哪两个地方 善元 高雄 跟台北 高雄跟台北 很好哦 高雄跟台北 第六题 第六题我请林欣宇 贯穿 台湾南北的公路动态 好 是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 好 台湾南北的公路 公路的动脉是国道的一号跟三号 国道一号跟三号这边 好 好第七题 第七题我给 好 给柳少琪 少琪 从台湾西部 走廊达到一日生活圈 理想的交通 好好 柳少琪你现在在哪边上课 车上 车上好 我有听到好大的雨声 好 来 请你看到西部的走廊 一日生活圈的话 那就一定是国道 对不起 一定是高铁 一定高铁 比如说我们从 台北到高雄 对不对 台北到高雄 他的时间是很缩短 所以等于说一天就可以 在这一天 你可以往返这样 所以应该是高速铁路 所以你们对一下这个答案看 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 社会 你们算是写到95页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 这一面进阶题 这一面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他去环岛 他环岛有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我们稍微来帮他看一下 他去哪边玩 我们来看一下他去哪里玩 他说第一天从台东市出发 好 然后呢 看到长宾文化还有秀姑 北部 还是东部 因为他说这里有花莲港 然后东山清水公园 北部吗 第二天 这个是东部 然后宜兰的话算北部了 然后经过雪山隧道到北部 所以这一个 这个地方它是东 然后到北 对不对 他从台湾的东部 然后再来 再到北部 到北部 然后第三天去哪里 台北 一零一大楼北部 一零一大楼 所以这个是北部 这是北部 第四天去哪里 北部 淡水 淡水 山峡 这个也是北部 这也是北部 好 第五天去哪里 第五天 第五天 然后再到台湾地理中心碑 来 请你把这个东西画起来 这个把它画起来 画起来 请你把它写上 写上什么呢 写上南投 普 里 来 请你把它写南投 普 里 台湾的地理中心碑 是在南投 普 里好 那我现在问你们 南投是在北中南东 哪一个 中 中 中部 很好 这个是中部 所以他第五天 都是在中部 第五天都在中部 好 第六天呢 第六天去哪里 第五天 台南 南部 他去台南 南部 台南 台南那边 对 台南 第七天 第七天 去高雄 高雄 高雄 高雄也是南部 好 第八天 台东 东部 台东的话就东部 台东 好 南回县 好 南回县的火车返回台东 他从南部然后到东部 好 所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 他的这里面的那个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依照第一天的行程安排 第一天 我们来看第一天去哪 第一天是台东 对不对 应该要哪一种最方便 第一天 浏览车 第一天 第一天 来我们看第一天 第一天在台东的话呢 没有捷运 对不对 台东你也不用搭船 因为我又没有去地岛 但是他是在台东的里面嘛 所以就搭游览车公路的部分 好 第二题 雪山隧道贯穿台湾的哪两个县市呢 是不是新北跟宜兰 雪岁是贯穿新北跟宜兰 好 第三题 我到了台北之后发现使用哪一种交通运输方 最方便又快快速的 哪一个 捷运输套 对 我在台北的话呢 大台北你记得就是捷运 就是捷运 好 第三题 补城台南这里 小吃是属于哪一个区域的 南部 台南是南部 好 第五题 台湾地理中备属于的是中部 我刚才有请你把它写上去 请你写上南投的埔里 南投的埔里 好 再来 第六题 如果离开台北之后 要在最短的时间到达台中 我应该要做什么 高铁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离开台北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 时间在最短的时间 我就要跑到台中了 所以我就要做高速铁路高铁 好 第七题 这个小朋友他们规划的行程里面 哪一个参观的天数最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上面的 北部 南部 东部只有一天 有没有 中部好可怜 中部 只有一天 所以就是中部的最少 那我们看一下他环岛的次序是什么 他环岛的次序 猪 是先东部 对不对 我看一下是东 它是什么 东 北 中 南 好 看一下 东 北 中 南 没错 他的顺序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每一天的行程 你知道他去哪里 这样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好 那我现在让你们休息三分钟 这三分钟要干嘛呢 除了上厕所喝水 请你去准备一张纸哦 我们等一下要考试 考数学 准备一张纸 还有笔 越出越好 好不好 好 所以现在时间是6点05分 我们6点08 6点08的时候 就过来这边 我们要考数学 我只考试题而已 然后先去准备你的纸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如果已经上完厕所喝完水的小朋友 把那个纸跟笔准备好 好 题目是这四题 有没有看到 对 好 那现在请你把那个镜头打开来 等一下我会叫小朋友就是 算完之后要在那个荧幕上 给我看一下你写的过程跟答案 好 这四题 我先给你们大概10到15分钟计算 10分钟到15分钟计算 10到15 好 记得要把镜头打开哦 因为等下我会看你的那个做法 我们这四题是算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我给你们一些小提示 什么事呢你说 可以放大一点 放大 好 我试着再放大一下好了 你等我一下 好 嗯 你用什么去看 你现在看的荧幕是用什么去看 嗯 电 皮 那个 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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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第一题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好 好 OK 这里面有没有人用的是那个手机在看的 有吗 手机画面可能就真的会太小 我是用平板 我用手机接电视 好好 哦 哦 接电视那画面更大 那这样Ruby老师的头有没有很大 还好 好 刘少奇我知道他现在因为在车上会用那个手机看 我提示你第一题他是装满的水 已经装满了 所以溢出来就是他的体积 所以第一题没有很难 你去想想看 哦 要实际做哦 因为等下会看你们的答案 老师这张 我们老师有出过 有出过哦 好 在线上课的时候 就是老师给我们放那个 呃 题目一样是像你这样子然后写在纸上 哦 就叫我们写在那个 八格本 所以你看代表所有老师都怎样 心灵相通 对不对 我们想的够一样 老师这是课本的还是习做的 我都不讲 你就不用管他是哪里 就是这个就是考题 我跟你讲 考试的时候就是拿到题目之后 你就直接去想赶快写 我说10到15分钟哦 所以等一下大概6点18的时候 我会问一下看谁还没写完 如果 还没写完就再给5分钟 最晚就是写到6点23分 就是这个写完毕了 我可以帮助一下 我看那个是什么 我看你 我走到9个月 那是一位 我都会不够认识 你 大事 我看你 我看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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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好 宏浦你的等一下就把答案打在那个留言区 你就把它打第一题多少第二题多少 你就打上去就好 你们现在目前学校功课要每天搅交吗 要啊 要每天搅交 每天就拍照给老师 拍照给老师 老师我们不用拍照 老师就让我们写而已 所以你们都还没有交到学校去啊 对啊 老师说如果我们回来的话 他又要跟功课大战了 因为我们之前回去的时候 老师发现有很多人都是乱改 然后对的也打勾 错的也打勾 然后全部都打勾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学校我们是 就是贴上 就给他们交 所以 所以记得哦 学校功课不要 不要拖欠学校的功课 老师上次回学校的时候也是功课海 功课海 对啊 老师我们还没交第十单元 你们还没交第十单元 其实我通常都会考前的前两个礼拜课程都结束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 因为一定要预留半个月两周来复习才是足够的 我们用军营平台复习 好 但是其实你只要有认真的跟着复习跟练习 一定要拼量一定要写 怕的是只有课堂上听一听 没有实际的去练习的话 其实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 记得啊 不管学校或者是这边的功课 如果还有欠的话 要赶快赶快把它写一些 尚远你第一题算出来多少 尚远 你第一题算出来多少 来你第一题先给我看一下第一题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尚远你镜头打开 你先给我看一下第一题 你镜头打不开 那你用讲的 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的答案多少 你先给我看一下 你的答案是12 好 赖品瑞第一题算出来了吗 算出来了 好 那你放在镜头之前让我看一下 老师我全部题目都挤在一块 挤在一块 那没关系你放一下 我看我的眼睛有没有办法看到 我不确定看不看得到 我只看到一堆数字 但是我完全看不到 好 但是我知道你很认真 是 第一个 我看到你 来来来来 我看一下你 第一个14 第二个210 你再往上一点 第三个 一万四千 好 第四个 一百 一百 好 OK 然后您心语的给我看一下 一百 这个是品瑞的 心语的呢 好 还有谁已经算好的 现在已经6点18了 所以我看好了 再五分钟 好 林哲宇的 好 来哲宇先给我看 好 欧琦你稍等一下 来哲宇先给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到林心语的 来林心语先给我看 心语 第一个14 然后第二个呢 210 好 第三个 一万四千 心语很厉害 好 第四个 第四个 一百 林心语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完全能够很精准的 把那个那一题 放在你的那个 那个就是镜头的前面 很棒 林心语跟那个赖品瑞都很棒 好 来哲宇你呢 我看不太清楚 那你念给我听 你念给我你第一个多少 哲宇第一个 我刚忘记开麦克风 好 没事 来 你开麦克风 第一题是14立方公分 第二题 第二题是210毫升 第三题 一万四千立方公分 第四题 150立方公分 第四题是150 好 我看一下 当红谱也有放上去了 210 然后参赖员呢 赖员镜头打不开 那你要出声音 不然我们等一下 那个6点半 大家都下课 我会留你下来算这四题 好 好 优子你的答案给我看一下 优子 反正我认同感觉 好 那你一样念给我听 我的 我的 比较17毫升 然后第二题 我第一个 然后是210毫升 对 然后 2106立方公分 第三题 第三题是一万四千立方公分 对 然后比较100立方公分 好 OK 谢谢 温亦轩的呢 温亦轩 温亦轩 镜头可以开吗 好 我看一下 来 好 看到210 然后 我现在看到了 你的那个210第三题 那一题比较清楚 因为你好像有用黄色弄起来 其他往往看不太清楚 第一题是14毫升 好 那第四题呢 第四题是100 第四题100 那第三呢 是 1万4千平方公分 OK 好 云池的呢 云池我看一下 好 说我镜头太不远 好 那你念那个答案给我 14毫升第一题 对 然后 210毫升 2 然后第三题是 5万4千立方公分 100立方公分 好 所以刚才余轩 心愚 品睛 云池 秦 晨 芯 好 給我看了嗎 老師還沒 好 慧琴的好了沒 還沒 老師你還沒看 好 來 給我看一下 喔 慧琴的 你們看得到他的嗎 看得到 對 很清楚 好 第二題 我看一下 第二題 210 好 第三 第三 14000 好 第四 好 100 好 OK 可以 謝謝老師 不客氣 慧琴的非常的清楚 好 楊悅呢 楊悅寫得怎麼樣 楊悅 謝謝老師 你鏡頭OK嗎 我沒辦法開鏡頭 好 那你唸給我聽 來 第一題是14 對 然後第二題是220 好 第三 好 第三 154 1400 好 第四 1500 你第四多少 1500 好 好 OK 謝愛心的寫得怎麼樣 謝愛心 愛心的 有嗎 你把你的答案放在鏡頭前 我看一下 有嗎 有沒有 我看一下 愛心的也很清楚 第14 第一題我沒看到 第一題 愛心的第一題我看一下第一題 其實是毫生 好 來第二題 好 第三 好 第四 好 第四 好 很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解答 等一下你就自己批改 要誠實 看一下如果你算的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在這邊 第一題這個是裝滿的對不對 裝滿的東西它溢出來 溢出來就是它的體積 所以呢 我要算的是什麼 我要算的它這裡有一個正方體 那這個正方體它的那個就是要用邊長2乘2乘2 所以這一個正方體是8 那我再加上前面有一個石頭是6 石頭它已經跟你講是6了 所以8加6等於14 那14立方公分就等於14毫升 記得單位是毫升喔 如果你單位寫錯就請你扣2分 如果你單位有寫錯就扣2分 這個地方要單位換算 雖然它是一樣的東西 好 自己改 好 第二題 它說把石頭放進裝有450毫升的那個量杯裡面 完全沉入 水位上升到660毫升 水位上升了幾毫升 好 它問你上升了幾毫升 原本是450嘛 原本是450 那現在我變成660 所以呢 我上升了210 210 那我水位上升其實就是石頭的體積 就是石頭的體積 所以我210毫升會等於210立方公分 210立方公分 第一個210毫升 第二個210立方公分 好 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它告訴你說 我有一個裝水的長方形的容器 裡面喔 它講的是裡面 它已經跟你講裡面 我就不用考慮那個容器的厚度了 那現在呢 我把鐵塊放進去沉入之後 水的高度是31公分 如果我把鐵塊拿出來 水位就下降了 所以呢 這個高度的改變 你就用31扣掉24 31扣掉24 所以高度的水位改變的是7 那我接下來我就用它的長寬 長乘以寬 50乘以40 然後乘以它水位的這個7 所以它是14000立方公分 好 接下來第四題 最後一題的地方 最後一題的地方 它問你石塊的體積是多少 我們看如果石頭還沒有放進去 它的水位是3 石頭放進去之後 水位是5 水位是5 好 所以呢 改變的水位的上升是2公分 5-3等於2 所以我用長乘以寬乘以水位 水位改變的 長是10 寬是5 然後水位上升了2 所以它就是100立方公分 好 這邊四題全對的 四題全對的舉手 好 四題全對的 我看一下 好 等一下喔 舉好手喔 稍等我一下喔 看一下 林欣宇 周欣宇 優子 品睿 雲慈 歐慧 愛心 然後還有那個小熊 好 好 那其他沒有算對的小朋友喔 記得喔 我接下來 那個葉婷宇 你們三個 都錯喔 啊 都錯 是我們三個都錯 啊 三個 我錯一起而已 怎麼會這樣 誰看清楚 人家不是有說三個臭皮醬 我們要勝過一個 一個 一個諸葛量 對啊 你們三個 三個 成為一個很聰明的人 三個 三個 猪格量 勝過一個臭皮醬 哈哈哈哈 哇塞 這臭皮醬也太厲害了吧 哈哈 好 那剛才 這個 這幾個 我有記下來 這幾個 我有記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是 每天會有半個小時的測驗 那我不一定說是哪一個 因為我剛好笑 我看到小熊要給我看答案 好 OK 來 那 可以拜拜 還不行 拜拜我還沒有講講功課 好的 你不要一直講要跟我拜拜 哈哈 好 OK 那個小熊可以 謝謝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講功課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功課是什麼 我的功課放到哪裡去了 功課 那一段 遙遠的另一個 是的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功課 今天回家功課請你寫社評跟國評 把頁數抄一下 或者是把它拍下來都可以 國評 1091110 溫德是11112 社會評量我們就96到101 明天是4點半喔 明天是星期二嘛對不對 星期二沒有英文課 所以4點半到6點半 因為要考試了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加油一點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小時來複習 4點半到6點半 然後再提醒一次喔 一二都四半 然後三四五我們四點 就是你學校下課之後 你就可以準備先上來這樣子 我明天還會再提醒一次 好 那我要問一下 明天開始可以交什麼到3-3 國評跟樹 對 國評跟樹皮 對你可以把國評跟樹皮 交到那個 交到櫃檯 我有空就稍微幫我看一下 時間可以再給我看一下 我想拍一下 喔好 你說那個上課時間 這裡 好 這個是這一週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應該這一週上完之後 下一週應該恢復實體上課的機會非常的大 好 老師那個我樹皮今天才拿到 好 那你就晚一點看 還有國評 好 那你就看大概星期三或者是 如果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評量有落後的小朋友 我先告訴你 哪幾個要寫 先仔細聽喔 如果都有寫 寫的小朋友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的評量有落後 記得數學應用題要寫 先把應用題寫 國語的話呢 國字 注音改錯 基本的東西要寫 然後還有那個選擇 就是那個什麼文藝啊 文藝之類的那個 這幾個要寫寫 好不好 那愛心你就看看 如果你是今天拿到的話 你這兩天寫寫看 如果可以的話 就假如不行 你就下個禮拜再交給我也可以 好不好 那所以明天開始 明後天 明後天就可以交 然後 就是記得去櫃台交換禮物 交換什麼禮物呢 把你的評量交給 拿回考卷 拿回考卷 我給我 很快樂的考卷 明明老師說 交換禮物 交換禮物 交給你考卷 好 我們今天要考試了 我們一起努力 好不好 我們一起加油 我希望期末考每個人都考得很好 這樣子 爸爸 好 文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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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輕女等一下上課 欣欣欣 好 欣欣有一個留言 謝謝 好 那欣欣你先去上課 那其他的小朋友 除了蔡善媛之外 其他都可以離開 善媛要多留5分鐘 好 蔡善媛你點在那連結幹嘛 蔡善媛 好 欣欣老師再見 好 拜拜 再見 謝謝老師再見 再見 不要亂點連結 好 好再見 善媛 拜拜 好 善媛要多留5分鐘 拜拜 好 拜拜再見囉 再見 賴品瑞笑得很開心 而且停格在那邊 好 善媛有聽到老師的聲音嗎 拜拜 好再見 小熊拜拜 善媛 善媛 有 有聽到 好 那我現在問你幾個問題 來 第一個 好 這一週上課的時間 你告訴我 這一週要上課的時間 禮拜二是4點半到6點半 好 345呢 這4點到6點 對 345的話 我們4點就要上來了 345就是4點要上來 然後我有講說什麼時候要交東西到櫃台 禮拜二 禮拜二 好 你平常都有寫完嗎 我快寫完 快寫完 哪一個沒有寫完 就是說我出的進度啊 你哪一個沒有寫完 國平最後一頁 國平 好國平最後一頁那個是今天的那個那個功課的地方啊 好 那我現在要叫你講解一題數學喔 因為剛才有時候 Rubia在叫你的時候你好像都一直失蹤 不知道跑去哪裡這樣子 好 來這一題好了 來 你講解第四題 講完之後我就讓你下線 第四題你題目念一次 第四題 長方體磚水容器裡面的長十公分寬五公分高十公分水升三公分如下的十塊的體積是幾地方 好 那你告訴我這個算是為什麼這樣列 你現在來當小老師你來講解 現在你有看到這邊的答案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樣子做 來你當小老師 今天如果我請你去教小朋友 你要告訴他為什麼是這樣子算呢 那個五減三等於二的那個二是那個石頭石頭的那個高度 好 我來我問你 還沒有放下石頭的時候水的高度是多少 三 三 石頭放進去之後水會上升對不對 好上升到了五 所以他多了多少 高度 高度 好 高度多了二不是 我跟你講高度多了二不是代表說石頭的高度是二 不是喔 上升 這個是指水面上升的高度 這個二是指水面上升的高度 那我們怎麼求這個石頭的體積 我們就用這裡面的長 乘以寬 然後乘以水面上升的體積 乘以水面上升的體積 乘以水面上升的體積 這樣懂齁 對 所以你剛才在算的時候你是哪幾題錯 我記得你第一題錯 你第一題剛才怎麼算 你剛才算十二 你剛才怎麼算 我加錯了 你是哪邊加錯 八加六變成是十四 我算成十二 好 那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其實沒有很難 好不好 喔 媽媽會看你的評量進度嗎 會不會 不會 他沒有看你的評量進度 所以你自己都有認真一些 是嗎 嗯 真的喔 那很棒啊 然後為什麼有時候我叫你 你上課你都不曉得 怎麼了 怎麼都沒反應 哎呀 你後來那個鏡頭為什麼沒辦法開 就是我那個 他有時候就壞掉 他有時候就壞掉 好 那他如果有時候就壞掉 那如果老師在叫你的時候 你要趕快回應喔 好不好 可以喔 好 要趕快回應喔 不可以 我有時候叫到你你才說 嗯哪裡 或者是我看一下這樣 知道嗎 老師講到哪一頁你就要翻到哪一頁 可以嗎 好 啊我再問你一次 明天幾點上課 喔 4點半到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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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兩個小時 因為要考試了這樣 好 啊上課專心 Ruby老師就不會留你下來 可是如果有時候我上課一直叫 好善元善元善元 你叫了好久都找不到你人的話 我就會留你下來算出去 有沒有聽到 有 有喔 好OK 那現在可以下課了 善元拜拜 好拜拜 好老師拜拜 謝謝你